他们觉得准备的差不多 临近动手的时候 这帮人内部竟然起了波澜 那时候我们两个都有点火 就是说要不不做了 回去吧 中间的梁子他要不再 即将我非常干 我都不打算干 内部开始冒分裂了 但是当时龙洪斌还真就没打退堂鼓 而是更加卖力去 推推推进这件事 可以说龙洪斌牢牢的抓住了 其他三个人的心理 因为彼此是亲戚家朋友的关系 他首先不担心走路丰手 不存在被出卖的风险 另外呢 作为策划者 组织者 他懂得怎么给同伙 画一张大饼 他经常就是用金钱方面来 就是跟我们洗脑 就是说 干完这一票 有多少多少多少钱 要都不用再做了 就可以弄一部奥地Q5什么的 就这么着 他们一步一步就被推向了迷途 这几个同伙当中啊 有一个绑匪说起他入伙的理由啊 他更是可笑了 我就是为了给他撞的事 当然了 我肯定不许考虑 他让我去干上 还是坐上 这开车的司机啊 刚过了20岁啊 说话都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他为什么被拉上了贼船呢 说起来让人又可气又可乐 当初他被拉进来的时候 并没有人告诉他要绑架谁 只是说让他开车 后来呢 这个司机庞家呀 知道了要绑架小孩 就嚷嚷叫退出来 这时候呢 龙虹斌呢 就说了几句话 就这几句话啊 竟然让他打消了退出的面子 帮假消费这 欠三四天四五天吧 然后我才知道是帮假消费 因为他违章 全部划款啊 什么的分都是他扣完了嘛 呃 龙虹斌说 呃 你要现在退出 可以 但是你自己的分罚款什么 你能自己弄 所以要拉上来做 原来这个庞家呀 他开着车踩点的时候啊 闯过几次红灯 如果中途退出 罚款得自己交 他一琢磨 自己还没挣着钱呢 先就往里边搭钱了 这赔本的买卖不能做 再加上龙虹斌呢 给他许诺事成之后 必有重金 这庞家就这么的 打消了退出的念头 龙虹斌就是这样采用大棒加糖块的方式 让几个亲戚围在他的身边 而他呢 还一直为自己作为策划组织者 沾沾自己 为啥呀 因为他跟那个 受害人 亲戚还有他家人都很熟 所以啊 就叫我们三个出面 他就退出幕后 电话 通知我们是怎么做 怎么做 从前准备 你来说 放在许多吗 感谢观看